據報導 拜登總統正在考慮取消 對一些中國商品的關稅以控制它 前白宮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威廉姆斯表示 總統拜登可能很快推出一項適度的救濟方案 以取消美國對中國徵收的一些關稅 以抑制通膨 請看本臺記者秦鴻鈞的報導 今年5月 拜登表示 它可以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 以幫助控制美國不斷上漲的消費價格 前白宮首席貿易談判代表威廉姆斯表示 總統拜登可能很快推出一項適度的救濟方案 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的部分關稅 以幫助控制美國不斷上漲的消費價格 白宮目前正在審查前總統川普 實施的處罰措施 該措施提高了從尿布到服裝和家具的所有商品的價格 這一過程是由法律規定引發的 而不是美國重置關係的政治意願 威廉姆斯說 拜登政府有興趣從長遠來看 使名單合理化 並使其更具戰略性 他補充說這可能包括更廣泛的關稅削減 以及在他們認為對實現供應鏈目標很重要的領域 可能會增加一些關稅 一些經濟學家估計 隨著時間的推移 取消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將使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降低1% 並恢復對經濟的信心 這可能有助於拜登在今年晚些時候的中期選舉之前 站穩腳跟 在11月的中期選舉中 美國選民將考慮更高的價格